她是被媒体评为美国最帅的连环杀人犯 身边从来不缺少脱怀送抱的女人 哪怕人到中年 也仍有无数少女对她痴迷 可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 在她帅气优雅的外表下 隐藏的却是一颗恶魔的心 所有爱过她的女人 没有一个能够活着离开她的身边 可由于此人的智商其高 作案时从不会留下证据 因此警方根本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任由她一直逍遥法外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位伟大的母亲站了出来 由于她的女儿也是死在该男子手中 所以在警方不能给她一个公道时 她选择了自主调查 是要用自己的余生为女儿报仇 最终她用了整整32年的时间 终于将恶魔送进了监狱 而她的这段经历 也被无数作家写成了传记 一直流传至今 可本案并没有就此结束 因为随着警方的搜查 他们竟然在该男子的房间里 发现了一本长达2500多页的日记 而当里面的内容泄露以后 瞬间引起了整个欧洲的震动 导致多个国家的警方都纷纷赶到美国 只为见一面这位连环杀人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位伟大的母亲 又是如何一步步将恶魔送进监狱的呢 大家好 我是护探长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曾轰动半个多世纪的美国答案 问摩菲利克斯 一探究竟 本案还要从一位青春靓丽的少女开始说起 她叫安妮特·可拉夫维尔 也是本案的受害者之一 从小就备受家人的宠爱 特别是父亲 简直把她当成小公主一样对 但按理来说 安妮特在双亲无微不至的呵护下 本不应该与一位连环杀人犯 扯上关系才对 可事实无常 在安妮特13岁那年 也就是1979年的时候 她的父亲却因为一场车祸突然离世 而也从这一刻开始 这对孤儿寡母的命运迟伦 都开始朝着不可控制的方向运转 由于父亲死后 家里没有了收入来源 因此身为母亲的玛丽罗斯 必须一个人负担其养活女儿的责任 可由于她已经很多年没有工作 所以只能依靠打零工赚取生活费 尽管收入微薄 却也从来没有亏待过女儿 宁可自己少吃一口 也要把最好的留给小安妮特 导致一段时间下来 玛丽轻瘦了不少 直到两年后 她才终于通过朋友介绍 在俄克拉荷马州找到一份正式工作 可这个时候 安妮特已经即将面临高考 所以玛丽为了不影响女儿的学业 决定将女儿留在朋友家暂住几个月 先自己一个人搬去俄克拉荷马州 等高考结束再接女儿过去 却怎么也不会想到 正是因为她这个看似合理的决定 彻底改变了他们母女的命运 由于父亲生前对安妮特非常宠爱 所以直到两年后的今天 她也还是没有从父亲离世的悲伤中走出来 每当夜幕降临 安妮特都会产生一种空虚感 特别是在母亲也离开以后 这种感觉更是被无限放大 而就在安妮特内心最脆弱的时候 一位帅气的中年男人如同天使一般 突然出现在了她的世界里 很好地填补了她内心的缺失 此人便是被媒体评为 美国最帅的连环杀人犯 菲利克斯维尔 虽然与安妮特相识时已经40岁 可他依然帅气不减 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平添了一份成熟男人的魅力 或许在其他少女的眼里 40岁的菲利克斯已经有些老了 可对刚失去父亲的安妮特而言 菲利克斯的年龄反而成为了她的优势 再加上她本就对女孩很有一套 所以安妮特很快就彻底爱上了这个男人 哪怕她后来已经知道 菲利克斯是一位拘无定所的犯罪组织头目 她也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跟着对方 浪迹天涯 临走前只给母亲留下了一封信 而在信中 安妮特明确表达了 对母亲抛弃自己的不满 并说这段时间 她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孤儿 菲利克斯的出现 才让她重新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所以她要一直跟在菲利克斯身边 还说自己现在很幸福 让母亲不用担心 而看完这封信后 玛丽突然生起了一种莫名的心酸 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离开 竟然对女儿造成了这么大的心理伤害 于是非常自责 同时也开始担心其女儿的安全 毕竟女儿才刚满16岁 正处于最容易被人蛊惑的年龄 好在安妮特经常还是会给母亲写信报平安 只不过每一次写信的地址都不一样 导致母亲根本无法主动联系到女儿 直到一年后 已经17岁的安妮特 才终于给母亲打了一通电话 称自己想跟菲利克斯去墨西哥结婚 希望母亲能够允许 因为根据当时的美国规定 年满16但不足18岁的男女 需要经过父母的同意才能结婚 虽然玛丽从来没有见过菲利克斯 也并不了解她的为人 但她一个身为40岁的男人 连结婚都不来家里拜访 这一点就已经不难看出 菲利克斯此人一定不靠谱 所以玛丽一直好言相劝 希望女儿能够考虑清楚 但动了真情的安妮特 根本听不进去任何意见 无奈之下 母亲只好同意了这门婚事 毕竟女儿现在仍在外面 若玛丽坚持反对 不仅会让女儿更加疏远自己 反而还有可能激起女儿的叛逆心 令她彻底与这个家断绝联系 这也就是说 此时玛丽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 就这样 安妮特正式成为了菲利克斯的妻子 可仅仅过去一年 这段婚姻就发生了变故 1984年4月 安妮特突然给母亲打过去一通电话 成婚后菲利克斯仿佛变了一个人 形容她 简直就是一个野兽和变态的结合体 不仅表现出了极强的控制欲 而且 还经常用一些特殊的方式折磨自己 可现在她又已经怀了丈夫的孩子 问母亲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 尽管这些年 安妮特对母亲的冷淡让人寒心 可真当女儿需要帮助的时候 身为母亲的玛丽 还是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 温柔地对女儿说 如果你过得不开心 就回家 母亲可以跟你一起富要你的孩子 显然 玛丽对女儿的爱从来都没有变过 所以安妮特趁菲利克斯不在家的时候 一个人跑回了母亲的身边 或许在很多时候 身为子女的我们 很容易忽略父母对自己的好 可正当有难的时候 我们才会发现 这个世上 只有父母才会无条件地接纳于帮助我们 而经历过这一次的事件之后 安妮特也已经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当她投入母亲的怀抱时 她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踏实 而且 玛丽自始至终都没有责怪过女儿一句 因为对一位母亲而言 能够再次跟女儿团聚 这就已经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了 可好景不长 一个月后 菲利克斯就追到了玛丽的家里 想要再次将安妮特带走 可有句老生常谈的话叫做女子本弱 维母则刚 玛丽绝不允许自己女儿再回去受苦 所以她用自己瘦小的身体 一直挡在女儿的面前 可一个弱女子 又岂是一位壮汉的对手 最终 菲利克斯还是强行将安妮特带走了 而这一遍 也成了他们母女的永别 起初 安妮特还是会经常给母亲打电话 抱平安科几个月后 玛丽就再也没有接到过女儿的电话 甚至连一封信都没有收到 于是连忙打电话向菲利克斯询问情况 当时菲利克斯的回答是 安妮特几天前就已经逃走了 她也不知道安妮特现在去了哪里 事情发展至此 我们通过上的视角已经知道 这个时候的安妮特 显然已经被菲利克斯杀害了 但玛丽却并不知情 也更没有往那个方向去想过 毕竟在普通人的眼里 杀人这种事实在太不常见了 所以在听了菲利克斯的话后 玛丽还真以为女儿逃走了 之所以没有回家找她 应该是担心再次被菲利克斯找到而已 可渐渐的 玛丽开始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劲 因为已经整整过去了三年 女儿竟然还是音讯全无 于是当即跑到了警局进行报案 接到报案后 警方第一个调查的自然就是菲利克斯 可警方只是询问了几句话 就放弃了对她的调查 首先 警方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 就是菲利克斯杀害了安妮特 毕竟截至到目前 安妮特是死生活都无法决定 别说对菲利克斯进行抓捕了 就是想要立案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其次菲利克斯是一位情商很高的人 在与警方交谈的时候 他一直表现得非常真诚 再加上他拥有一张人畜无害的脸 所以很轻易地就取得了警方的信任 而在失去了这条线索后 警方的调查机会也就停滞了 毕竟在没有找到尸体之前 这就只是一起失踪案而已 警方根本不可能在这上面浪费过多的资源 因此只是随便说了一句 让玛丽回家等消息 就再也没有了瞎闻 就这样玛丽在家等啊等 等啊等每当到了圣诞节 感恩节新年等一些重要节日的时候 他都期待着能够突然接到女儿的电话 可每一次得到的永远都只有失望 而且这么多年来 玛丽给警方写了击败封信 也全部犹如石沉大海一般 从来没有引起过警方的重视 每一次都只是用那句回家等消息 来打发玛丽 因此在女儿失踪后的第七年 玛丽已经不再相信警方 决定自己去调查女儿的下落 于是一段伟大的征程就此开始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 玛丽得知菲利克斯在去安妮特之前 其实还有一任妻子 名叫玛丽伊丽莎白维尔 由于她的名字与主人公玛丽的姓名相同 所以下面我将会称呼她为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与菲利克斯的婚姻关系 一共维持了七年 并在此期间为菲利克斯生下了一个男婴 取名威廉维尔 可在她生下孩子不久 也就是22岁的时候 她就因溺水身亡 起初玛丽并没有察觉到这有什么不寻常 可当她前去伊丽莎白的家里拜访时 才得知她的死竟然另有蹊跷 据伊丽莎白的弟弟介绍 姐姐是在1960年认识的菲利克斯 当时伊丽莎白只有15岁 几乎与安妮特认识菲利克斯的 年龄一致 而且二人后来的经历也非常相似 都是先对菲利克斯爱的死去活来 然后又拼命地想要逃离菲利克斯的身边 可伊丽莎白也并没有成功 最终在1967年的一个夏天 也就是在安妮特失踪的17年前 伊丽莎白被人发现妮子在了河里 而当时的报案人 正是只有23岁的菲利克斯本人 她当时告诉警方说 她亲眼看到妻子在钓鱼时 失足掉进了水里 并谎称自己本来是想去救人的 可由于她的水性不好没有成功 这才拨打了报警电话 可在警方感到是已经过去了30分钟 当他们将伊丽莎白从河里救出来时 她早已没有了生命体征 并在看清尸体的容貌后 当即断定 伊丽莎白绝非菲利克斯所说的那样 属于失足溺水 因为伊丽莎白的脑后 有明显被顿鸡鸡打过的创伤 而且脖子上也有一道明显的泪痕 显然应该是被人杀害才对 再加上这条河几乎很少有人来 所以警方当即将菲利克斯 当成了第一嫌疑人 并抓回了警局 若按照正常的流程走下去 菲利克斯有很大的可能 会被判处罪名成立 接下来也就不会再有那么多的受害者了 可遗憾的是 就在这时 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变故发生了 在案件发生的一周后 法医的试检报告出来了 而给出的鉴定结果竟然是 伊丽莎白的死亡原因就是一碗泥水 而这份检测报告一出 无疑完全证明了菲利克斯的清白 于是警方纵然有无尽的怀疑 最终也只能选择将菲利克斯释放 要知道在80年代的时候 法医可是非常稀缺的职业 懂的人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这也就导致了 法医在当时非常具有权威信 因此警方办案时 几乎都是完全听从法医的意见 可伊丽莎白的家人 可不相信什么科学检测 直到现在 他们都始终坚信 菲利克斯一定就是凶手 所以这么多年来 这一家人一直非常憎恨菲利克斯 而案件调查至此 玛丽也已经不得不承认 女儿可能也早已死在菲利克斯的手里 可身为一名母亲 在女儿的尸体没有找到之前 她实在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但很快 她就连欺骗自己的机会都被剥夺了 因为随着调查的深入 玛丽又找到一位 曾与菲利克斯交往过的女孩 她叫沙朗 亨斯里与菲利克斯是在1975年相识 而她的经历 就可以说是几乎与安妮特一模一样了 都是先对菲利克斯爱的死去活来 后来开始拼命地想要逃走 可遗憾的是 她也同样失败了 据沙朗的父母介绍 在女儿与菲利克斯交往的三年后 沙朗突然给家里打了一通电话 称自己要去南美生活 让父母不要担心 可身为父母 一下就听出了这番话并非沙朗本意 猜测当时菲利克斯一定就在身边 是她逼迫沙朗说的这些话 而之后沙朗就跟安妮特一样 仿佛人间蒸发一样 再也没有了音讯 至此 玛丽再也没有了自我欺骗的理由 因为种种迹象都表明 安妮特之所以会这么多年都音讯全无 一定就是被菲利克斯杀害了 这一刻 玛丽的内心产生了无比的自责感 自责当年不应该留下女儿一个人生活 自责没有与菲利克斯抗争到底 感觉就是自己害死了女儿 或许也正因为如此 玛丽并没有选择像伊丽莎白和沙朗的家人一样 坐以待毙 而是在心底默默发誓 一定要让菲利克斯付出代价 至少也要找到女儿的遗体 让她入土为安 可玛丽毕竟只是一位普通女子 实在想不到应该从何查起 于是她思来想去 觉得只有一个人或许能够帮她 还记得我之前就有提过 伊丽莎白曾给菲利克斯生下过一名男婴吗 她叫威廉威尔 据玛丽调查 威廉曾在父亲菲利克斯的身边 待过整整八年的时间 想来她一定知道一些有关父亲的事 情所以 玛丽立即马不停蹄地找到了威廉 希望能从她这里得到一些破案的线索 初次见面 威廉表现得非常友善 可当玛丽说明来以后 她却突然面露为难之色 犹豫了很久才说到虽然她确实很坏 但她毕竟是我的父亲 我实在做不到亲手将她送进监狱 而且我也真的不敢 说完威廉的眼神中 又流露出了一谋恐惧之色 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我父亲 他就是一个疯子 我劝您还是不要去招惹他为好 虽然威廉并没有说出什么具体的事情 但从他略微颤抖的声音中 我们不难听出 当年菲利克斯一定做过很多让他难忘的事情 否则不可能这么多年过去后 他还会对父亲如此的恐惧 显然威廉是不可能向玛丽透露任何事情 但我们还真不好去责怪威廉 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克服童年的阴影 更是很难有人能够真正做到大义灭亲 可威廉有威廉的坚持 玛丽也有他身为母亲的一份坚持 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 他经常会来找威廉 希望他能够改变主意 而威廉也从来没有将他拒之门外 因为威廉并非铁石心肠的人 他能够理解玛丽的心情 甚至对玛丽的这份坚持非常敬佩 只可惜他始终过不了自己心里这一关 就这样 玛丽一边继续寻求其他的方法破案 一边在不停地祈求威廉能够帮助他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直到安妮特失踪的第二十五年 威廉因患上了癌症 命不久已 临死前他终于决定帮助玛丽破案 据他所说 他在父亲身边的那几年 曾庆尔听到父亲说过 就是他亲手杀害了自己的两人妻子 也就是伊丽莎白和沙朗 并说菲利克斯是一位极度暴力 且控制于极强的人 一旦有人担干我尼他的意思 他就会化身成一头野兽 做出一些可怕的事情 同时 菲利克斯还是一位犯罪组织的头目 只不过他都是躲在幕后策划的人 所以没有人知道而已 虽然 威廉检举的大多数罪行根本无法证实 更是只字为题 安妮特的失踪与菲利克斯有关 毕竟当时他在父亲身边时 菲利克斯还不认识安妮特 可他的证词已经足够证实 伊丽莎白和沙朗的死 一定与菲利克斯有关 这也就能够侧面证实 安妮特的失踪 也应该与菲利克斯透不了干系 于是 玛丽联合其他两家受害者的家属 带着威廉的证词 再一次来到了警局进行报案 并终于获得了一次重新调查的机会 由一个专门负责调查悬案的部门 进行跟进 可就在玛丽终于看到破案的希望时 却突然发生了一个变故 由于政府削减了警察部门的预算 导致悬案调查小组被直接解散 而自难以后 关于菲利克斯一案的调查 警方就再次陷入了停滞 并还是用的老一套话术去打发玛丽 让她回家等消息 而这一等就又是两年 可玛丽还是没有放弃 仿佛她已经习惯了挫折 最终她的坚持得到了回报 在安妮特失踪的第27年 终于迎来了一次重大的转机 2011年6月 玛丽在电视上无意间看到了一则新闻 讲述的是一件50多年前的悬案 被一位调查记者给破解了 她叫杰里米切尔 是一位常年与悬案打交道的调查记者 绝对算得上是一位调查悬案的专家了 于是玛丽立即联系到了周杰里记者 希望她能够帮助自己 找到菲利克斯的犯罪证据 而当杰里听了菲利克斯的犯罪时候 她的内心瞬间就掀起了一阵惊涛骇浪 一是震惊于菲利克斯犯下的滔天罪行 二是对玛丽27年来的坚持表示敬佩 因此她几乎没有丝毫犹豫 当即放下了手上的一切工作 开始着重帮助玛丽 寻找菲利克斯的犯罪证据 可由于本案已经过去了快30年 而且连受害者的遗体都没有找到 所以在调查了一段时间后 杰里也没有找到任何有效的破案线索 可她与玛丽都没有就此放弃 反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 想到了一个或许可行的方法 首先杰里找到了另外两名受害者 伊丽莎白和沙朗的家属 对他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详细采访 将两名受害者的经历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然后她又将玛丽这些年事 如何东奔西走为女儿报仇的心酸历程 也全部记录在册 最后将所有内容结合在一起 发行了一本书 于2015年正式出版 便很快就得到了民众的一致好评 更是在当年获得很多奖项 而随着书籍越来越畅销 这起案件的热度也自然水涨船高起来 开始有一大批民众 都在指责司法部门的不作为 于是联邦调查局迫于舆论的压力 直接跳过了警局 亲自排除了他们最得力的警探 对菲利克斯议案进行了冲击调查 可还是那个问题 在没有找到受害者尸体前 哪怕所有人都已经知道 菲利克斯就是凶手 从法律的层面来说 联邦调查局也无权对菲利克斯进行抓捕 于是联邦探员决定 从伊丽莎白档案件进行着手调查 毕竟 他是唯一一位正式确认死亡的受害者 只要能够证实 伊丽莎白是菲利克斯所害 就足够将他判处无期徒刑 可当联邦探员前去档案室调取资料时 却发现当年的事件报告 现场照片等资料竟然全部 仿佛是有人将其故意销毁了 无奈之下 联邦探员只好寻找其他方式进行破案 并很快就找到了一名关键证人 一位叫艾克阿布希尔的老人家 他是当年负责打捞伊丽莎白一体的搜救人员之一 据艾克介绍 当年伊丽莎白被打捞上来以后 所有人都一致认定他一定是死于他杀 并结合当时的现场情况 断定凶手应该就是菲利克斯 但艾克却认为 菲利克斯几乎不可能会被定罪 因为他曾与菲利克斯做过一段时间的邻居 对菲利克斯的人际关系网也了解一些 知道当时负责本案的法医 与菲利克斯的关系非同一般 所以法医一定会帮菲利克斯摆脱罪名 可他身为一个普通百姓又不敢明说 所以艾克只是偷偷拍了两张伊丽莎白的遗体照片 保存了下来 想着未来可能会给这起案件留下 一丝转机说完 已经90岁的艾克 颤颤巍巍的指着床底下的一个箱子 说当年的照片就在那里 而联邦警员得到照片以后 立即就将菲利克斯抓回了警局 至于难为不良法医 由于当年就已经离世 则无法再对他进行制裁 按理来说 仅凭借两张照片 想要完全给菲利克斯定罪 其实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毕竟照片是不可能进行一例鉴定的 但我们要知道 现在负责调查的可是联邦调查局的人 他们的手段可不同于地方警察 哪怕只有一项强力的证据也已经足够 更何况将菲利克斯定罪 那是迷心所向 所以联邦探员做起事来 自然也就更加放开了手脚 于2016年中旬 路易斯安纳州法院 就判定了菲利克斯的谋杀罪名成立 出以无期徒刑 可本案还远远没有结束 因为警方在搜查菲利克斯家里的时候 竟发现了一本长达2500多页的日记 或者称它是一本邪恶的实验笔记 则更为贴切 而实验对象则几乎全部都是年轻一字 初不过算 除了已知的三名受害者以外 至少还存在五名以上的受害者 犯罪的地点遍布美国 墨西哥 加拿大 以及欧洲等多个国家 因此日记的内容 在被其他国家的警方知道以后 也都派人纷纷赶到了美国 对菲利克斯进行了审问 可由于菲利克斯非常谨慎 日记中并没有使用受害者的真实姓名 所以调查起来非常困难 好不容易 确定了其中几名受害者的身份 却由于一直没有找到受害者的遗体 也根本无法将菲利克斯定罪 最终得出的结果是 在所有的受害者中 只有菲利克斯的第一人妻子 伊丽莎白找到了尸体 因为这是菲利克斯第一次犯案 没有经验 而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让警方 找到过受害者的遗体 几乎全部都是成为了失踪人口 无法想象 如果菲利克斯年轻时 不是那么自以为是 没有选择主动拔案 那么他会不会就真的永远的逍遥法外了呢 事后 所有的受害者家属都拜访了菲利克斯 希望他能够说出受害者的遗体所在 以便让自己的孩子入土为安 可他却根本无动于衷 哪怕所有受害者家属 一起放低姿态去求他 他也始终是一副漠不关心的姿态 不肯相告 要知道菲利克斯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 就算被判死刑 也是不可能执行的 说一不说 他的下场其实都只有一个 就是死在监狱 可他在如此情况下却还是不肯说出来 可想而知 他的内心是有多么的亮波 甚至说他是毫无人性也绝不为过 这也就是说 玛丽苦苦坚持了三十二年的时间 却依然没有找回女儿的遗体 虽说菲利克斯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但我们要知道 菲利克斯可是在五十年前 就犯下了第一起凶杀案 这也就是说 他是在逍遥法外了五十年后 才受到的法律制裁 如今菲利克斯已经七十多岁了 早已步入生命的暮年 哪怕是终身监禁 这样的惩罚又有什么意义呢 更别说这五十年来 他还在持续的犯案 残害了那么多的无辜 生命因此在一线媒体口中 将这种惩罚比喻成了养老 特别是受害者家属 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 可他们又无可奈何 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位恶魔 在监狱离安详晚年 或许唯一值得安慰的 也只有身为母亲的玛丽 终于兑现了自己许下的诺言 在有生之年成功帮女儿讨回了公道 虽说结局并不是那么完美 但她已经做到了 一位母亲能够做到的一切 这就足以赢得 每一个人的尊重与敬佩 好了今天的案件就讲到这里 我是胡探长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留下一个关注再走 咱们下期再见